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因为做了手术 还在康复阶段 所以无缘新一届中国女排 或许有人会觉得 只要他俩伤病康复情况良好 蔡斌就会让他俩回归 的确 蔡斌也开出了类似的条件 但需要注意的是 蔡斌的要求是达到比赛标准 近日 朱婷在国外康复期间也参加了马拉松的一个长跑 对于女排第一主攻的最新动态 人民日报也进行了点名表扬 看来 朱婷的心情不错 恢复也在按照计划在推进 那么 朱婷什么时候能重新归队 他还能做女排的队长吗 根据医生的恢复计划 朱婷的恢复期在三至五个月 即使恢复情况良好 到九月份市井赛前 他也才刚刚出了恢复期 女排球员要保持扣球的力量 平时要做一些握推等力量训练 这些训练朱婷在恢复期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另外 球队也更新了吴梦杰等年轻队员 蔡冰在朱婷不能归队的前提下 也会围绕球员的特点设计一些新的技战术 没有赛前的大运动量训练 没有与队友的磨合 也不能参加亚运会这样的实战 直接空降市井赛 朱婷是很难达到比赛状态 球员从康复到正常训练是一个等级 从正常训练到能够打比赛则又是一个等级 朱婷和张长宁按照目前的速度来看 市井赛前估计就能够恢复到基本状态 但能否参加高水平就很难预料 其实 郎平时代就有前车之鉴 当时 张长宁也是做了手术 缺席了亚运会和试联赛 直接空降市井赛 由于前期的对手较弱 所以张长宁的发挥还算可以 但打到后期 张长宁空降的劣势就彻底体现 光从他的气色就可以看出 随着比赛的进程 他的体能消之殆尽 打出了十扣一中的尴尬记录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 想必蔡兵也会多加考虑 若是朱婷和张长宁的状态达不到比赛标准 还不如派出年轻球员 姚迪这边虽说也是因为身体而无缘新一届中国女排 但就他屡次现身天津女排队内训练来看 伤病或许只是一套说辞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和蔡兵的技术打法不符 不可否认 姚迪经过奥运会和全运会的历练 已经突破了心魔 但套用郎平常说的一句话 国家队有国家队的需要 球迷有球迷的想法 蔡兵现在选择的三名二传 不管是丁霞还是凋零羽 乃至蔡雅倩都是快速多变形的球员 这足以说明蔡兵想要打造快速的体系 姚迪的传球风格和蔡兵所需要的风格背道而驰 是稳重派二传 稳重派和快变派最大的区别在于 稳重派牺牲速度追求传球的稳定性 快变派则是牺牲一定的稳定性追求传球的速度 所以在力争快速的打法下 不符合体系的姚迪 不管传球技术有多么出色 都很难回归到国家队 更何况姚迪的能力并不比丁霞高出多少 在没有老将回归的情况下 目前在漳州集训的这20名球员 很可能就是市井赛的最终报名名单 或许有球迷会疑惑 市井赛不是只能报名14人吗 这里的14人名单指的是每场比赛可报名人数 并非市井赛可报名人数 郎平带队的几届市井赛都带了很多后辈球员 比如2014年的王纳 2018年更是上报了22人名单 之所以会多带球员前往 是因为市井赛赛制较长 球员需要轮换休息 期待参加市井赛的女排健将们 能够通过训练补足短板 发挥特长 再接再厉 重新崛起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